前阵子林妙可因为参加议考上了一回热搜,尽管一直被吐槽涨残,林妙可这么多年来一举一动的早已成为了中国人民茶余饭后的话题。 那么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夜晚,在台下给林妙可带账的那位小女孩,现在又过得怎么样呢? 当年杨佩怡曾经和林妙可一样都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台的候选者,为此还训练了一年多。 按理说歌声悦儿从小就在音乐比赛上多次获得奖的杨佩怡,比林妙可更适合登台演唱歌唱祖国。 等最后确定由林妙可上台,为什么杨佩怡会被替换呢? 一开始是选中本来是杨佩怡出镜,张艺谋说当时有让杨佩怡和林妙可都是唱了,大家都觉得杨佩怡的声音更好, 之所以未被选上张艺谋的说法是因为杨佩怡的形象问题,那时候的杨佩怡正处在患哑期, 为了形象更加好,唯有让林妙可上台,让歌声甜美的杨佩怡在幕后代唱。 这不禁让小编想到了电影《美女的烦恼女主》也是因为不够漂亮只能待在后台代唱, 万万没有想到还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, 所以能够上台的林妙可自然是受尽万千宠爱,成为了横空出世的小童心。 当年的国民闺女就是林妙可,可是风水轮流转。 出名太小的林妙可因为把时间都放在了娱乐圈, 读书时期电视剧电影综艺一个都没落下,不久也就荒废了学业, 成绩常年在班里倒数,现在又因为各种原因被网友嫌弃, 绝然没有了当年的气质,而杨佩怡却因为错过了这一夜成名的机会, 反得到了好好潜心学习的机会, 现在就读在全国最牛的高中人大夫中读书《名副其实的女学霸》, 最爱的演唱事业也还在继续, 启杨阳与灰太狼系列里《别看我只是一只羊》, 左手右手就是杨佩怡唱的, 当初因为颜值不过关而被沦为幕后的她, 现在也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子, 颜值绝对秒杀今天的林妙可, 一寸光阴一寸金, 两个女孩为了自己不同的人生理想奔向不一样的方向, 值不值得只有她们自己知道。